本月2日,伊顿购物中心美食广场发生恶性枪击案。23岁的Christopher Hespens持枪向人群扫射,打死一人,打伤六人。 伤者当中,一名13岁的男童以及一名22岁的男子伤势严重。 医院方面昨天宣布,男童伤势恢复很快并已经出院。 多事警方今天表示,22岁的男伤者终因伤势过重,于昨天晚上在医院死亡。 据悉,死者从上周开始就要依靠仪器维持生命。 由于法庭的媒体禁令,新增的死者姓名并未公开。 伊顿购物中心枪击案引起各界的强烈反响,使得许多人对多事的公共安全产生了质疑。 有部分民众昨天晚上在Yang Dandas广场发起集会,反对私人持有枪支。 警方目前正在继续对案件进行调查,并呼吁拍摄下案发过程的民众将视频或照片交给警方协助办案。